这一两个字从你前车分嘴里说出来 我怎么那么渗得慌呢 你渗得慌 我都渗得慌 不对啊 怎么了 你这里边一定有事 你肯定有事瞒着我 你说不说 你不说这事我不管啊 别别别别 我说 我也不怕说 我就是看不惯他 包狗的那个 就说你呢 我不光看不上他 他全家我都看不上 大姐夫 我跟他爸爸做的是一样的生意 我都谈了半年了 辛辛苦苦谈了半年呢 他爸爸昨天把合同给签了 有个人做生意的吗 严重违反经济道德呀这是 喂 钱盛夫人 哪有你这么做事的 你对人家爸爸有意见 你去找人家爸爸 你拿人家规矩撒什么气啊 你说你哪有你这么干事的 你欠个老爷们吗你 啊 王小青 听明白了吗 他拿你当枪屎的 明白不 我明白了 二姑父 我跟你在一块待时间长了 咋玩得歪 没事 你大姑父给你震过来 二姑父 我算明白了 你这叫公报私仇啊 怪不得我爸抢你生意呢 啊 我一会儿就告诉我爸 以后把你生意全抢了 你还不好意思说这话 我为什么不直接找你爸去 我觉得你爸爸岁数大了 我怕伤害他 你要这么说 我跟你没完啊 我先跟你没完 赵经理 你跟我没完 我先跟你没完 不讲理了你还 哎呀 卢总 哎呀 卢总啊 你看你这么忙 您怎么还来了呢 来来 快坐点 我一进家门啊 他妈就告诉我了 为点事了 跑这来了 我不放心了 这孩子脾气不好 我怕他一会儿 跟别人干起来了 不会不会的 他们已经干半天了 啊 爸 这不怨我 他 还有他 哎 他们俩和亲伙来欺负我 他们不仅欺负你女儿 他们还欺你孙子 踢我孙子 孙子 告诉爷爷 踢你哪儿了 哦 踢小肚肚了 小肚肚 爷爷给你报仇啊 爸 过来 就差 钱顺风 哎呀 滚啊 一个臭小子 你还生气呢 啊 钱经理啊 是这样 前段时间呢 我出差不在家 我回来以后呢 公司的人给我汇报了 说抢了你一单生意 我一了解呀 这单生意啊 是一直都是你在做 我代表公司向你道歉 啊 哎 你看这样行不行 我后边啊 还有一单生意 比前面那单生意还要赚钱 我把它让给你了 虽然我们不经常见面 但这次的会晤 我觉得你这个人很正 是吗 哦 不光你很正 你培养了一个女儿也很正 哎哎哎 你刚才怎么这么说了 我一直都是这么说的 爸 哎老爷子 你看这位年轻人 他把你女儿的狗打了 你的女儿就没有换罪他 一直在给他道歉 二五五 闭嘴坐下 女士 哎你看看你的狗没有事吧 如果有事的话 我愿意带他去看病啊 哎 医药费我都包 这可是你说的 我说的我说的 好 我们家狗啊 在我们家跟我地位一样 我月工资两万 这样吧 我给你打个折 你就赔我二十五万吧 行了闺女 我不去了 得饶人处 且饶人 啊 你说 他踢了你儿子 那他怎么不踢你老子呢 可像你儿子呀 也有不减点的地方 啊 再说了 我们公司有错 抢了人家的生意 你说他能不急吗 狗急了还咬人呢 是不是 哎 我说的对不对 对 我确实是急了 我也得说你两句 你说你一表人才 堂堂正正的一个企业家 是 你说为这点事 哎 你跟个小狗过不去 啊 我也有错 我也有错 怎么样 这事 没事了 没事了吗 没事了 没事了 这样多好啊 对对对 卢总啊 做生意 讲究是个诚信 是 街坊邻居讲究是一个和睦 其实遇到事以后 大家各退一步 多声一声对不起 多说一声没关系 不就过去了吗 对对对 当然 有些个别人 没事找事 生怕天下不乱 这种人 一定要把他揪出来 对 对 这种人必须揪出来 谁呀 你们说是谁 街坊邻居 说别人对得起你吗 啊 就你在这中间搞乱 我问你 误会 王小庆 到底被狗咬没有 王小庆 啊 王小庆咬了 啊 咬了 王小庆 你要是真被狗咬了的话 赶紧去打一针 狂犬疫苗证 不要 一直不行啊 狂犬疫苗 一次得打四针 连打一个月 对 这不用 大虎 啊 我没被狗咬 你瞅着啊 站着啊 我啥事没有 看 我还能打笑呢 看着 看着 看 我怎么精神了 一点事没有 看 我说我听精神了 我啥事没有 我啥事了 真的 没意了